大家好呀,我是荡良 你看这一盘 小单头 和这一些血盘苗 这是我昨天在一个网站 看的很便宜吧 专门买了一点 这个也不贵 你像这个 最贵的是这个 最贵的应该是这个 N寿 大概一颗三块吧 剩下的像这些 都是两块多一颗 这个是雪燕 雪燕的上面有很清楚的 那个雪斑的纹路 三颗 这是两颗桃花岩 这一颗是一块九毛九 就两块钱吧 这是两颗冰魄 我想试试买一点小的肉 自己来控一控 看看控的怎么样 因为我一向不太 无羊这些 今天想卖两颗冰魄 来试一试 这个冰魄应该是 往小的养的那种 这还有两颗 紫水晶玫瑰 这边还有两颗 小的多那双头的侧影 这就是一堆小的雪盘苗了 主要是 里面有七颗麦杆 但是我现在已经搞不清 那七颗麦杆是哪些了 是这个吗 然后它是这家是买购三十块钱之后 可以送你十颗小的雪盘苗 结果麦杆就和这些雪盘苗混在了一起 现在我都有点分不太清了 我和好好变吧 你说买它们这些干什么呢 其实主要也是为了 平盘用的 最早是就想买两颗水晶玫瑰来着 为什么呀 我带你看一看我的一个水晶玫瑰 看看这里有一盆水晶玫瑰 这个水晶玫瑰当时我拍的时候 它一共是有中间一个主头 旁边有八个侧牙 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总共围起来呢 是一个不太规范的手棚 就是一边这边大 这边小的手棚 但是等到货之后 才发现 它只有六个头 这边这个 这个边和这边两个大头 通通都没有了 估计是 它在脱土的过程中 肯定脱掉了 但是它却没有给我放在箱子里 结果这个本来 还算一个不规则的手棚 就成了这么一个难看的模样 唉 我跟商家交涉了之后 商家也很说对不起 说是要补偿我一下 昨天 所以昨天上条视频中 那个小的 那个赠品 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到货了 就跟它栽上盆吧 但是这空荡荡的 实在难看 于是我买了两颗水晶玫瑰 就是想补在这里的 不知道补出来效果怎么样 毕竟 它们长得 很有点不一样 这个水晶玫瑰 明显空的比较更远一点 但我都打算这么办了 那就这么办吧 嗯 瞅瞅 这两个 瞅瞅啊 这两个水晶玫瑰 给拼进来了 嗯 你看 现在是这样 这边缺口 可以找了 找了我自己家的 一个小单头 放了进来 所以现在是一个主头 外面围了二 四 一共有十个头了 九个头 唉 我喜欢满满当当的感觉 但是这两个 头好像明显地看和它们 就不是一起的 没有关系 但这种满满当当的感觉 我很喜欢 来看 也挺漂亮的 而且这两个头 圆鼓鼓的很提起 行了 今天既然看到了这个拼的盆 最近我拼的盆比较多 咱们看看其他的 还有这盆桃花圆 刚才我买了两个小小的蛋头 给它补在了这个里 一个 放在了这 这都有点看不出来了 把这小人先拿开 那里一个 然后给它围成了一个圆圈 这样中间再放一个小人 成了这样的一种感觉 这两个头有点小哦 但是不弄的话 原来它的稀稀落落的 我觉得很不好 这里也是拼的 今天补拼的 这盆是莎莎女王 莎莎女王 不是的 现在你看 除了一个主头之外 外围围围了 七个大头 一个小头 其实对这盆莎莎女王来说 只有这个 一二三四 这个四个头 原来是她自己的 她是一个群圣 但这四个头 大大大小的小 空空落落的 我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于是我就买了五个单头 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 这个 这两个 因为这五个单头 给它补在了周围 于是互成了 这么满满的一盆 这一盆 皮线井也是拼的 这是买了七个 我觉得 要做拼盆的话 其实七个是最合适的 中间放一个主头 周围围上六度 这样的话 再差不多大小的 可以完完整整的 拼成一个很完美的 很完整的手捧 当然了 这还一个小单头 无处存放 挤了一起 给它放进来了 你看 这一盆白雪公主 也是拼的 它是七个整 完完整整的 可以拼成一个 挺好的眼 雪精灵 它也不是整装 这个雪精灵 其实也是用了 因为它大一点 所以这个整 大概用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双头的雪精灵 拼到一块 拼了这么圆圆的一盆 拼了之后 我觉得也很好的 看看这盆 用缺口盆 种的五颗 晚霞之物 是不是也很好看 其实相比于整装的 自然生长 有的时候拼盆 更能达到自己 想要的一种效果 也很好玩 好了 今天就这样吧 大家再见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